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在看完两期后的观感来说 这一期做的还是蛮成功的 果然笑到流泪和吓到飞起是可以瞬间切换的 建议节目可以改名 密室大逃脱之等人为何那样 或者 Justin 终究是我一个人扛下了所有 所以究竟是什么让嘉宾笑到集体放弃想要霸言呢 不要钱 钱也不要 不要不要 必须要送您的了 又是什么让郭欺凌笑得被弯整个中华菜股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第一期 节目组事先做了一份关于密室的调查 郭欺凌的正确率最高成功认为第一期的队长 然而这个队长在首期的节目里 就是基本凋谢的存在 在开头的密室灯光突然熄灭 伸手不见物质的黑暗里 郭欺凌直接吓到飞起 被大张伟强行公主抱 你问其他人此刻在干什么 答案就是 弱小无助可怜集体缩强角 还有星头首期节目充当NPC的张雨剑 她的角色是这户怪异人家的保姆阿姨 但是从来没有上过这个房子的二楼 因为突然停电 大张伟直接吓到打飞张雨剑的眼镜 别人在旁边被吓到瑟瑟发抖暴身一团 张雨剑仿佛看0.5倍速 在地上慢悠悠的着起眼镜 张雨剑此刻内心为S 这世间纷纷扰扰都与我无关 当轮全程一地手机下体日 不敢在最前面也不敢在最后 一点点小声响就吓到花容失色 然后关卡设定是诡异笑声的小女孩 突然出现在二楼的楼梯口 点名要其中一个人独自上来 结果就是密室团大兵极其认松 天明明是NPC的保姆阿姨张雨剑 牵去当炮灰 绝望的是等来保姆阿姨失踪 一去不复返 于是密室副本正式开启 又变成了寻找失踪的保姆阿姨 直上诡异的二楼 好在由无理小假挺身而出 一群人就像背部挂剑一样 战战兢兢挂在小假身上 年龄最小的盲领却是队里唯一的坦克 杨幂这一季的口头长也是直接变成了 小假小假小假给我个胳膊给我个胳膊 不行你太胆小了你没有用 不要小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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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知道为什么密室大逃脱只有五个嘉宾了 约加斯林只有两只手和两只脚啊 看节目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玩狼人杀 因为所有人在密室里都非常认真的做起了毕业玩家 在漆黑一片的走廊中一个娃娃突然迎面而来 吓到邓伦大张伟郭森林惨叫一片连滚带爬 你以为这就结束了 不不不不不 更恐怖的还在后面 邓伦说床底下有东西 没有心里过第一季度打的大老师大胆去先 收获的又是一份惊吓Max 更可怕的是 在忽明忽暗的一个环境里 因为触动机关整个房间都在震动 到他的书架 柜子上的玩偶 墙上的画 全程你还要听着小女孩诡异的笑声 就是惊悚效果满分就对了 当然这部综艺除了密室场景设计的相当走心之外 还超级真实 因为在密室里摄影师和其他工作人员都不会出现 所以嘉宾就无法和场外联系求助 也就是说 最终能不能逃脱出来 全靠玩家自力更生 但还好 冷玩家不愧是老玩家 吓到瑟瑟挖斗也不忘寻找线索 最后几道谜题还是邓伦和杨幂接出来的 请把邓大胆智商在线打在公屏上 除此之外 剧情故事也有所升级 比如第一期的故事设定 一个女孩的母亲因病离世 而为了让自己的女儿能有母亲的陪伴 她给女儿植入了一个虚假母亲的AI影像 这样即使自己离开 女儿也不会感到孤独 而蜜桃无子面临的选择就是 是否要关闭这个虚拟系统 让女孩认识到自己母亲已经去世的事实 催泪感人的故事情结之后 五个人分别对自己的立场做出了选择 选择永久关闭虚拟母亲系统的 比如道伦 是不想这种系统对孩子的以后产生影响 旁边只有自己别人都无法看见的妈妈 或让孩子对自己以及现实产生错位和隔离感 以后知道真相后可能会造成更大的痛苦 而选择保留虚拟母亲系统的比如杨幂 她认为现在比起今后的不可能 更重要的是一个母亲的角色对于孩子的不可缺失 而在最后 邓伦说出了让整个团队赞同的一番话 不要替女孩做自认为对的决定 当下的她用母亲的陪伴是快乐的 哪怕这个母亲只是虚构的 但只要她快乐就好 不能用我以为去对她的人生负责任 所以将这个选择权留给未来长大的女孩 才是当下最好的选择 第一期虽然是惊悚的密室主线 但是却以感人温情的故事收尾 来引发观众的思考 而第二期的故事亮点就更多了 破旧的蜜桃大厦 一行人要在大厦中找到业主代表 被拿到大楼的收购反馈表 然后成功逃脱 如果说第一期是恐怖童谣的话 那第二期简直就是在线索命啊 开场的密室是大楼的储藏室 其人正在储藏室寻找线索的时候 灯光又突然熄灭了 五人集体化身胆小鬼 在黑暗中暴成一团 而且唯一的门还是无法打开的死门 于是五人只好摸黑领寻出路 最后杨明发现的是新出口 是一条又黑又长又狭窄的通风管道 嘉宾们只能一一次爬进去 匍匐前进 搬随着通风管道里的满地头发老鼠和蜘蛛 也是吓到大家各种惨叫一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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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想 没事 没事 我不知道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是个傻子 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什么都不知道 小小侠依旧是坦克走在最前面 结果就是谁也不想落在最后 说好的团魂就想抹不住的杀 说羊就羊了他 没事没事 弟弟走最后 弟没事弟 太年轻 见面要去 弟弟你还年轻 你走最后你没关系 你能活下去 你走不行 我也不行了姐姐 好不容易进入大楼 大厦因为年久失修 发电机故障了 没有灯 要玩家在直径的四个发电机处 同时启动发电机才可以通电 也就意味着五个人要各自单独行动 分别去启动发动机 灯轮和杨幂拒绝三菱 我不行我不敢 我胆小 于是最胆小的两个人被安排一起 手一个发电机 剩下的三个人去找剩下的三个发电机 接下来就是整齐的名场面 本来邓轮杨幂乖乖当闭眼玩家就没事 偏偏邓轮要睁开眼 好巧不巧看见此刻机会的走廊镜头 转移的红衣女子 伴随着杀猪般死刑裂肺的惨叫 邓轮吓到把杨幂原地拖转了一米远 以及找线索环节各种被吓到胡言乱语 谁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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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姐 三姐 我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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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全都给你 我全都给你 想拿下来啊 你得这么吓人呢 哪什么姐 说什么呢 出来咱们都让她出来 她肯定不让她们坐下 天脸沙更是吓到整个人都不好了 我刚才我真的被直面暴击了 如你所见 密室大逃脱因为有邓轮的存在 恐怖了六倍 隔着屏幕都感受到绝望 邓轮这节目能被 你吓死了 我的妈 邓轮太吓人了 这节目就因为你 恐怖了六倍 又来了 而独自启动发电机的郭麒麟 为了给自己壮胆 背完了好几遍罐口 不愧是你 总的来说 这一季蜜桃就真的很良心 实力安利给大家 不过 豆果问心提示 千万不要再吃饭 或者是喝水的时候看哦 好了 本期影片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话 记得点赞订阅 打开小铃铛哟 豆豆果果 下期影片再见啦 拜拜 拜拜 我的妈呀 你的我的乐竇吓到了吗 看见了你干吗去 你要干吗去 este位少年 我在这等你了 有有绝对有 真没有关系 那个床 是这个床 对了您 Christmas 我来切你们来看啊 好嘞 贾姐贾姐贾姐 我错了 我错了 我全都给你 可以